嗨大家好 我是MacJohn 这次我的主题 就放这个2016年10月11号的分享好了 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两个东西会讲到是蛮长一下 如果放那个的话就会 蛮小花小花时间一下 是那时间不是时间是那主题看起来是怪怪的所以放这个简单一点 好今天所 讨论的主题里面会有 如何在第2波还没爆发前作第2波段 ok就是这个你讲是怎样做了然后还有怎样要 要开始留意的 ok 所以那边待会给你 警察这个是蛮多人都不大会的 所以这边会牵涉了一些很多那些理论但是我已经把它简单到很简单 这就是看得到每个人的那个修为啊 ok 很多人就是傻傻每一个波段要吃吧 我们不要吃很多我们只是吃第2波就好了 ok 第2波方面 是赚的蛮多 要确定他有没有第2波阶段的时间是 我们要从 记忆本面 找手 ok 确认了第1波 那么那时就需要做一些功课了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接下来第2个的主题会分享就是功课的更进 这已经到10月头了 ok 所以这一头的时候有什么股值得留意的话 就是包买昨天就是有5天的走势 10月走势 所以在那边我们会 探讨过往然后在比较9月尾的时候那是更进的那股格那边 然后在选出那边哪一个值得然后 啊 没有没有的话 就丢掉 之前那些就留意10月了 那么在 啊 过往那边就是啊 大概是到11月的时候 11月尾的时候我会再给你看另外一个 所以这边是蛮多东西要看的 11月头了所以那边我就开始会等下会调取很多 所以这边你要确定你有足够时间去跟进 没有的话也不用紧的 你看到那边的youtube就是 啊如果是用google chrome他会帮你记录下来 所以你在重开的时候是 他就会再回应你比如说你停在哪里的时候再继续了 ok 那么我们就开始看 如何在第2波还没爆发前做第2波蛋 这里跟你讲解先讲解理论先啊 ok 所以大概是那些纲要啊 然后要 实际上怎样操作方面 我会教导你 不过 不 在会需要用到那个叫做chartness的software ok 所以这里跟你探 探讨一些理论啊一些理论你不明白是理论的话你就 不大会用了 ok 这理论方面 啊 你看上是一个实际上是多个一个的 我只跟你讲一个就好了 ok 不要弄到你乱 然后跟你讲哪一个阶段是最好做的 然后我已经是用了一些 特别的那些颜色来 显示出更加简单明白 ok 然后还有一些是普助工具 普助工具用什么普助工具 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看看到一下 然后 当然这些一定要有例子的普助 我们才可以知道了吗 ok 当然这些例子已经是够了 现在已经是走的第2波 或者是 第2波已经结束 或者是要结束了了 这样的阶段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很多东西 然后在下一次 我们就可以再用这样同样的方法 来再找过 ok 第2波 外面要收你蛮多钱 我这里是免费的跟你讲讲解 当然除非你真的有兴趣要跟我学个更多 然后是另外一回事 这边是跟你讲是做 不是做股 不是做平单 平单是另外一个 所以我那边如果你要入门呢 这里我就开始讲的入门的东西了 也是没问题的 ok 再不然的话你就等我的书 ok 然后那么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还有 当然当然是你会所讲的波浪理论 这开始时候是理论方面是 我会谈你他谈谈了就是波浪理论 或者是我们谈之为 Wave theory 这是简单的哦他真正的名字叫 Eria wave principle 这个太长了 通常我们都是用 Wave theory 波浪理论就好了 不然的话我们就看到蛮长一下这些 尽量简单化一点 比较好 ok 所以所谓的波浪理论哦 你一看得下哦这里是上升第1波 这是我们讲的第1波 第2波 蓝色这个 OK 第3波 第3波之后下跌 这个是 大趋势 他这里上升的时候还有上上跌下下 那边也有可能有 也有那个里面也有 波浪 波浪就是12345 然后再下跌 然后再上升 OK 这些形成的这个是大趋势 所以这里我们确定的 这一个第1波 这个整个大波的时候 这个第1波的时候是 确定他第1 他要 他这里啊 只要他确定他是回落的时候回落啊记得回落的时候是 我们就可以开始用一些工具来探讨几时是进场点 OK 那我们要安全点要几时进 就是这么简单 OK 那上升到多少 会回落的时候 也是有另外一个工具 那个工具也是 是 同样的 等下我们会看到 不怕是分两个 OK 这里这个阶段要进的时候啊 第1波确认的时候已经是下跌的时候 我们在 什么时候进的时候是用那个工具 然后在这里 上了多 多高的时候 我们就另外一个工具 就是这么简单 OK 在这一个阶段 我放红色这个我放红色啊这个第3波 OK 在那个这个波浪理论呢还是这样算的 这样算的 这里是 1 2 3 4 5 5 a b c 就这么简单 然后 他们是这样翻了是 他们要算这样辛苦辛苦这么我们简单点 一波第2波第3波 OK第3波完了 然后就是第4波下跌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看这样多了 OK 这里的理论那边呢 要想的就是 OK 这里的顶哦 是 在这里的底 这个底 第2次的底 这是第1个底吗 第2个底是 这个第2个底不能低过 这个 高低个高 这个第1个高峰的 大概是10%不能低过 OK 他的这个是 理论 最理想的就是 还没有他 他到底是接近的时候 回答 发胆 就是那个就是他的 第2波 通常 我们没有做第3波 我们都是做第2波 因为第2波的波段 肯定是搞过第1波的波段很多 比如说第1波段是起10% 那么第2波 多波 他整个是起 至少 超过10% 就是这么简单 OK 也说我们预测第1波的时候 我们已经 比如说赚10%的话是 从第2点到最高点是10% 那么这里 从最低点到最高点 他至少是10%以上 这个就是成形成的 波浪理论 OK 然后第3波的时候 流带那些超级高手 就是那些短打 就是 赚不多那些会逃跑的 像我们这些普通的人 第2波就好 吃第2波之后 第3波你要拿经验还好 拿一点点钱 你赚的钱 10% 比如说你 你拿1000块来赚到 另外1000块 然后你只拿100块来冒险 那样还好 不要拿2000块来冒险 就是讲 你原本是 赚到1000块 1000块 赚1000块 变成2000块 然后再丢进去2000块 那么你就亏了 不像样 因为这里下跌的时候 下刹是非常厉害的 很可惜有个马来西亚只能买 买长 就是buy long long OK 也就是 啊 他上股票上涨的时候 我们才有赚 股票下跌是没有赚的 OK 所以这里就是 我所说的理论 这里的理论也是薄很多 然后我是跟你讲 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我自己把你分 这个4个 就简单看 看到 12345 ABC 哇你每次这样数到你杀 那边 我们要简单的话 实用就好 看这样的颜色就好 OK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 比较简单 OK 我们可以看到 不让你原来可以这么简单 不要太过烦了 有些人 神人啊 我每个都走到 走到 阿妈都不认得 OK 就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再看 接下来就说 什么普助攻击 普助攻击是 Fibonacci OK 这Fibonacci方面 我会用了 Fibonacci Retracement 还有 Fibonacci Projection 这两个 OK 等下我会跟你讲 怎样用 然后 所讲的例子方面 当然有包括 Angelo 跟A-Asia OK 那么在这里哦 你要清楚知道哦 这些 全部 都只是 一个 参考 而已 不一定是真的 OK 所谓的参考就是 给你 做参考 不一定是100%的 所以每一个都有一个 风险的 OK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哦 OK 现在已经是讲了 这个阶段了哦 所以没有办法 我就要 回去那个 Chartness 那边 所以我已经是开变变了的 OK 先讲那个Angelo 我们看到这里 现在这个是11 10号就是10点 昨天 今天还没有过 6点 所以还没有 拿到那个时间 那么 等下先 我要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第二波 肯定是走了 你们 只是看这里的账户哦 这里账户肯定是比第一波高啊 对吗 那么如果我们要在前面的时候还没有确定的时候 OK 这里我们确定哦 这里最低点哦 先我我我我全部 纸标都拿到完啊 OK 所以我只拿掉 那个bollinger bank 就是我只是拿最 基本的是 那个拉筑图跟量 跟那个 50天的平均 那样的走势 这个就行的 我们要知道哦 他真正开始 爆发前的时候 然后在爆发之后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顶吗 OK 如果我们只是发现哦 我们可以看得到哦 这个已经是有股息了那么我们要拿掉那个股息调整的话哦 我们就要看那个price adjustment disable save OK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会比较啊准确一点因为那个股价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开看到最高我 是1.26 然后这里我要删除了哈 OK然后另外一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最低点了在这里我这里就是 啊 0.62 不是0.62 收视0.62 最低对0.62 0.62 OK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高低点吗 OK从最低点去到最高点了然后再回落的时候啊 在什么价位那边可以进的时候哦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哦 我们可以用的叫做 Fibonacci Retracement 你去到Drawing Tool那边你看这个哦 你拿这个的时候 有时候你到这里 你已经确定还是跌到这里不准备跌几天大概是五六天的时候啊 大概你就知道你就可以用这个叫做Fibonacci Retracement Fibonacci Retracement 这边的时候我们要按这个条线 当然这里要先管掉它先 你要确定是 0.1.6 1.26 到这里 到这里 就是 0.62 准准0.62 OK 收招 100% 这里 低开那个顶 到就拿下来 OK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好 50% 以上 反弹 OK 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情况之下 他碰到50% 他会反弹 他最糟糕的时候跟你讲 是到78.6 如果是100%的那个就没有了 那个就不成立了 OK 所以糟糕的时候这个情况之下 到这里的时候他没有再反弹的话 我们就不用看了 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又看到那个拉筑 这里我们叫做一个一个十字星看到吗 这里我们叫做 Morning Start 早晨自信 OK也是一个反弹来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是有量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两天我们就可以进了 OK 就想这一天的时候 那他是从50%那边接近50% 但是没有50% 0.94 这里是没有0.94 这里是接近0.94 就是0.95是最低 那是反弹上去 那这里是有力道的 那么这里就可以 留意 如果这里看到我们还是 开地收高 尾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追进 不用怕 OK 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买进去 那接下来我们就 等待 就是这么简单 OK 这个就是Fibonacci Retracement Retracement 就看几时 怎样进场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 另外一个就是 所谓的 那里哪一点要注意注意要套利的时候 我们叫做用作 Fibonacci Projection OK 所以这里我们会有像三点 ABC 三点就是这么简单 A点就是 收市价 OK OK 收市价 或者是开市价也是可以随便 通常我是因为这里看看是收市跟开市是一样吗 OK 然后最高点 B点是最高点 C 最低点 OK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肯定很清楚知道这里是0.62 那么去到这里中间这里 0.1.26 OK 这个有一个check 就是 他要反弹上去了 就是 OK 那么我们已经进了吗 现在比如说这里我们已经是进了 哪一个点要注意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看 最低点这里 最低点是 这里有时放不到他的那个 少一点 不用紧了 OK 放冒准准 0.45 随便 OK 大概是这样的OK这里123 这里刚好这里一定是要 收市价 会比较好你放开市价也是没有什么分别的OK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 拿过去哦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里是 值得留意的就是这一点 OK 说这里161 是200 现在还没到200也就是说他股价那边不排除 还会上升到 0.22大概是0.23 OK 就这边那边这里就是他的那个要留意的 1.98那边的确是1.98突破了 然后这里站着1.98 只要一个支撑如果这里可以站稳那么 接下来是挑战 200% 200%是值得要留意了的啦OK 所以如果当他突破了这个 2.62 6.62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比较多盈利 就是这么简单OK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第2波或许还没有走完 或许已经走完了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还没有回跳 如果他这里回跳的时候是就好像这样很明显的话 那么就真的要小心了 就这么简单OK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哪一个点 是要需要套利的OK 说可以看得到这里第1个点 所以这里1.82的时候是很多人套利 1.82 83的时候 你看到吗这边 开高走低 OK 一开高走低那一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刚好很多人套利这个是 他的那个业绩出来的时候所以很多人套利OK 所以这里你也可以考虑套利这里也是考虑套利这里可以考虑 就这么简单OK 所以在这样子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要真的比较 这里 1.62 到这边了 这是100% 那么在这里最低的话就到这边了最高 这里看 这个是符合第2波乱 是高过OK这样的情况是 很完美的OK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 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个例子就是这么简单 OK 那么我们看了那个这个andrew之外 那个这里给股息6分钱的股息所以下面调整了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就是那个 压寒 OK压寒方面了这里要回到比较 久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里是第1波 也是去年8月最低的时候是第1波 这个这里也是给了股息 所以我们要调整回正常的情况之下OK disable or apply 所以这里为了方便一点我就拿掉这个然后要还要拿高一点 这个 这个拿全一点 OK 所以拿到这样就好了 OK我们就知道这里是上了啊 这里是这个是假突破啊 所以这里我们没有当作是一回事 当这里这样的情况 就很明显了OK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拿 这里是第1波 第2波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里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几十进 再进 第1波可以不要管 不要不要管他这样多OK 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用作用那个 Fibonacci 所以这里他们还没有确定的时候我们先看了这里最高点的时候是 呃 1 61 1.61 是在这里 然后这里最低肯定是这里也是最低啦OK这里最低是 0. 765 765 由于这个这个那个量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调一点 下 765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这样的 那这样情况之下 这里我们要换掉哈 1.61跟0.765 这个这是两个关键点OK 拉掉哈 这里按过 这里 1.61 1 0.765 这个拿高一点 1.61 这样就好了OK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下哦 哇 这么好 一开始就可以看到 就是这里 1.29 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进场了 那么我们再看回去哦 那长一点的话哦 OK 那长一点的话你看到的确是最低点了 所以我在2月的时候 我是 确定他上升的时候我没有这些累进的话 你看一下在这边我拿钱一点啊 OK 你看啊 在这里哦他跌哦还没有掉50% 所以讲这个是 爆发力是蛮够力一下还没有掉到50% 跌到70多%那些爆发力就没这样的够力了OK 他跌了这里是符合那个 那个预测 所以这里是支撑在这个点那边支撑了 在上升 有一点阻力 遇到这个1.41 OK然后才这些下跌然后下跌还是没有人 在上升的时候 我很清楚记得这天 处业绩我才进 这里很摆一段时间了 这大概都有两个月哦OK 他再爆发上去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 哪一点要留意的 回去 大概是这里啦OK 收视 收视是 78 1.61 差1年2点1 0.01 也不用紧了 最低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是 在这一点 所以我们拿这一点 最是 最低是 1.26 我们也是刚1.26 OK大概是这样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拿上去 所以在这点哦 这个 这个 要注意的就是 2.92的时候看到吗 所以接下来这里就是 现在已经是 走完 第2波了 为什么是走完第2波了呢 第一 第一点来讲哦他没有碰到这个 261就是3.43 情况之下他就开始回落了OK 要说还没有到3.43时候回落OK这里的情况 你可以看得下哦 所以在这样的方法放下了哦 177好了OK 这里的支撑然后 到这个顶点就是 2.09 208的时候就下跌 再上升 所以这个也是蛮复合的然后2.6的时候有一趟 阻力那边所以那段人很多 什么 啊 没有什么 要一段时间他才上升站稳了然后再上升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讲是第2波然后他是这也是 第3波第3波不排除会跑超过3.43 不过通常我是不大鼓励为什么第3波还是留给高手好 第2波吃第2波就好 第2波了波 就要从这边零点 76到这边 都整100%再从这边一点 26到这边 这个也是复合所以看得到 第2波还是高个第1波的增负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刚才手掌的理论全部都是复合了 所以这里你一看到我用两个工具然后给给你再测试回去 增长多少 OK 这样的东西我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分析 这样的情况就是 我们最多是只能做参考的 也不一定对了像这里的3.43个人讲3.43 还没到3.43就下跌了 所以这里的情况我们看到还没有立到上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 所以这里也是要留意的是就是我从这里哦 最高了 我们看到他的那个除了这个啊 还是 在下跌之后再上升这 这也是可以讲是背离啊 在这样的情况啊在这边啊 OK 所以这里还是上涨嘛所以他会调整在上的话他需要一个 一个量 高一点的那么还可以算是 啊 再次上升第3波啦 这样的情况哦我们就观望就好了 因为这个 阿罕已经确定第2波走完了所以第3波方面呢我们就没有这样注意了 OK 我 这样的 投资法就是这样的 技术分析一样的经常来做参考的话 你的风险会大大减少第2波是最安全也是最容易赚钱的一波我们真的是在 最有利对我们最有利的情况之下 住 那么我们就会 减少很多亏损 然后提高很多盈利 OK 在外面那边可以跟你讲一大堆废话讲到很复杂我就只是跟你讲这么简单就可以了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OK 所以回去看的时候就功课跟进10月头的关注股 所以这里会跟你讲的就是跟进上次矩月尾时所做的功课方面还有 如果你真的忘记了那个 什么东西的这里他的连接OK 所以你只要把打这个YouTube那边这个是欧啊这个是零啊这个是大欧啊OK 要灰粉了 这个连接这是第一 第一次做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讲解了 然后第2次做的时候 就是这个这个还有包含 上一个连接的 所以你 你先看第1个再看第2个也 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真的是错 那么你要回去再看过 那么才可以知道我在10月的时候在做什么OK 同样的10月也是会和 9月第1次的时候这个连接一样的 就是这个连接OK 所做的是一模一样 是有一点东西是稍微不一样的OK 所以那边会用到那个Excel方面 如果没有Excel的话你最好去 拿一个Excel 就是 不会很贵啦用那些 普通版权那些就可以了 买一次性就好不要每个月给那些是啥 然后现在我需要的就是打开Channel OK这个还没有到 那么我接下来就回去 Channel方面 Channel方面哦 当初有做的东西就是有做过一个叫说Washlist OK So Washlist方面哦 这些就是我 之前所关注的股 OK 现在 这是9啊9月的 你看这里吗 我可以理念了哈 放20 16 09啊OK 所以 那么接下来 他就会 不见掉了 不见了不用紧 哎呀 又回来了 他有一点问题一下 哈哈哈 奇怪这么会不见掉 应该我只是换您自己吗 OK 那么接下来这个哦 这个 只做一个产稿 啊这下来做的就是通商是直接拿掉啊 因为反正我在那个Excel方面有做 做的就是 放 Tension 就是 就是留意啦 OK 留意方面就我可以放置 2016 10 OK 所以就是10亿的 接下来我要做的东西哦 就是 会花花花费蛮多时间 就是从头这里看到这里哦 就是这个这个 那边哦 在这里呢我就要 需要调整回去 enable回去 Price adjustment那边 才看到比较美一点 这里哦我们要学看的就是stock listing 这里还有这个 然后我是选择single windows 就单一 荧幕一 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是从这里哦 这个stock listing那边 从开始 选到jack那边 就每个去看 所以这里通常最好是放6个月 6个月的走势就可以了 OK 所以如果真的看不明白 我们可以放远一点 这样看一下 OK so这个走势啊 不大理想 我就没有拿 所以这里我再放回去 他一点hange一下 so这个 这个也是可以去留意一下 这个因为他是下跌 几时会上升 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了 这个不用看 然后 留意这个没有看哦 这一些全部都可以不用看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跳掉啊 这些就是母股 他的儿子在平单 也就是儿子一定要跟母股 如果母股 这种是不理想的话 我们儿子都可以不用看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学问了 OK 所以我们只是看母股就好了 Apple group 也是很烂的走势 这样的看了 这种 这种更加 不用看了 哈哈哈 重点是 这种也不用看了 因为这种 我跟你讲 你看不明白的话 直接可以跳 你看得明白 还可以 看不明白 就不用看了 OK OK So Adventor 方面 收缩而已 有时 看图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可以留意 看下是 因为 他有了第一个上升 所以这个可以留意 你放进里面 这种 因为是超过 什么最短的研究 但是他又没有儿子 所以我也是跳过 Athin是银行股 银行股 这你要看远一点的话 就是看到 他是下跌趋势 啊这个 可以用那个 Fibonacci resisman来看下 几时 可以留意一下 OK 也就是说这个 Athin 我会放弃 啊 这里要 简短一点 看到比较美点 OK 啊 这个 不用 没有 那个 什么 行 啊 Apex HP AIM A Asia 已经讲了 所以是 没有什么最多来做研究仪 AiP 更加不用看 Ai SB 这个 走势不大好吃 因为没有什么成交量之类的 所以我没有去看 然后 Aknife 啊 还要关了门 不然那个引来的 啊 那是你炒到要命呀啊啊啊 啊那方面 我这个已经是走完了那个趋势了 那么这个哦 这样的情况哦 也可以 不用看了 因为 跌了 真多 哎这个可以留意可以留意 不是 不用看 是可以留意了 所以这个 Alan 方面 我也是 可以放进去 看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啊 OK Kong Alliance M Bank 很多问题了 所以不用看了 这个炒股来的炒股可以来做研究 就 放去里面那边 因为也是下跌趋势 可以看到现在很多股已经是下跌趋势了 所以那些人还怕到要命样 MG已经是在讨论了 App App 所以这一地 第二段的阶段哦 你看到第一段哦 这个刚才跟你讲了 这个第二段会 花费蛮多时间 因为他签线也蛮多东西一下了 App FD 这里 这个烂股 哇这样的烂股 可以 可以去留意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交易量 进来了 那么这个烂股 也是可以放去里面 留意 Apple App App Apple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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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da 油漆股 暂时不要去碰了这些蛮危险了 但是我们可以去留意他几时跌完 至少有6个月时间给我们慢慢调选了 Astino Astro AT 这个看到一个OR 也就是手啊 他 出那个rightissue 不复杂什么 所以才炒上来 所以这种也是可以不用看了的 怪不得拿这样搞给5cent的dividend来讲的话哦 5cent哦我蛮搞一下如果之前有买到的就在这边这阶段买了 45 5cent哦 10多巴仙的怪不得这个会 会什么啊会上涨啊所以那些股息的方面也是要留意一下 我们来看他值不值得在这边 不止增长这样多你看 在45线埋进的晚之间就发到不要命了 这个通常股息会在大概是一个月前的时候再次在这一段段的时候会爆发 在这一段段的时候如果是 这里啊这里看的话哦 也是说是 这应该是6cent 拿掉的话 拿掉那个股价调整的话 6毛6 用6 6毛2好了 5cent除 0.6毛哦 都有8% 比那个 定期还要高这个还还高很多就 就是赚股息 然后直接 可以丢掉哈 没有蛮多种 投资法哦不是单单只一种 所以我这种是 桌 啊 当然我的资金 再大一点的话 再大一点 也会倾向于投资那种那种投资法 经常股息方面股息很高的话基本上是不错一下罗 我给hrb方面也不用看了 说看b的 说这里看完了因为他我要关掉不然他会很满吃 RAM一下罗 所以这些你开越多话你的 电脑那个RAM不够高哦 OK 比如说没有8G 以上的话是8G或者是以上啦 那么看起来之后会会蛮很挤一下罗 这个要留下来的 OK so看完了回去那边这个 不是什么外国国的那种评端 这Bowers 算了 哎这Bowers或许有机会因为 第一波 还没有什么后续 才是终点的 因为后续方面我们就要去研究一下 这个像插水这样 这个像插水这样 插水这样 插水这样的 也是可以放去 留意 看 让它几时掉笔 我要关一下声音 不然那个吵到扎音 嗯 这个也算了 这个白色 看一下其实上市的 你看最糟糕了 第一波跌到这边 然后再第二波 然后慢慢疯狂一下 咳咳 我调整一下 这样子总更加不用看了 没有什么坎头给你吃 这个油排跌这种 那个值得留意是因为这个看到这个设置性哦再多一个羊猪或者是 啊流转乾坤的一个 不过没有什么评单方面我就没有去留意了 嗯这波呢 很特别 这个蓝车这个蛮多故事一下所以还放去留意一下啊 嗯 ok 比也看完了那么再乘11的从下面开始看起 这边 这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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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给留意了 我一看上还是因为还有是三个平单老花子开始慢慢上涨着 然后这边我是 慢慢上涨哦这种才是最够利的哦 一下子上涨第二波的时候就不知道了 所以那边我们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些东西啊 然后这个我是那个 哎这个是那个我们所谓的 一个etf 一片方面是没有什么值得去留意所以基本上看看就好了 这里是根据我的啊我的那个 选股的规矩来选的股来的 每个人不一定的你的所能承受风险也不一定的我选出来的股也不一定适合你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知道另外一个我只是跟你讲 是这样做 而已但是你也是要跟着你自己的做法来做 如果是如果你玩木的跟跟风的话看到我这些 啊观察名单就放进去的话那么就可以到不像样了啦 ok 不过当中也是一些是特例的比如说是来拿税的确是到的那个目标价五毛钱那时大跌 还有讲了几次那个的确是没有人去关注啦 一直这样讲 也是送钱那时 还有特提制作video出来讲啊是一个机会来的 我没有什么人管 这下就这样错试了 ok 最什么要留意什么不值得留意那个也是很贪客人的那个能力的啦 ok那么就看从上面最上面看起他这个要管掉完的哈 我什么事点过 要去研究了 不小心按到 不用緊 dg 是值得留意 因为我一直观察哈 这个是宅君来的这个 你看宅君来很差 还在下跌还没有下跌完 那全部是羊猪哎这种 看看就好 全部是羊猪是蛮恐怖一下 为什么因为庄家是在那边搞事 一些有放进去一些没有放进去因为谁是来研究一些是真的是 拿一两个就好 这一部一种玩乐 基本看了 这个也是有一些高手啊这一股啊 一看的时候脑笑话讲完完了 那时候看这个是建筑鼓来的哦 建筑鼓这个是打砖的哦 打砖那边哦 钢铁鼓一火了起来 这个也肯定会火了起来的哦 这也是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我我爸爸是从事建筑业 所以我很清楚这些操作这些流程嘛 那个人竟然讲他是卖出去哦 杀掉哦 然后问他什么还又不打哦 哎呦很好笑 那结果你看上到这样哦 哈哈还有一个股的下面可以看一下上到多少 那个是press map的那个那个我还有印象 所以东西不要讲到这样死的嘛 那看这样死了人家知道你是什么料了哦 然后把他全部关到完先 N是来研究的因为还有那个平台我还是来研究 上走势不好也不用看了 这个facebook那边 蛮主要过期啊这个不用看了 这个哈哈哈 要过期啊先去不用看了 为什么要分钟你的身家不尽量不知道 这些指数上涨就看了 然后他换的特别一点哦 你看一下 h2a h2b 这样来算了 这个是etfi的 看他到超过99啊 h99啊 h2a h2b 这样来算了 蛮火热一下 我先跟讲 哇 然后熊市熊市这些pok到不用pok了哦 fgv fgv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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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勾力一下第一波好像还没有走完的感觉 这样这样看的话呢 还没有一个像样的下跌哦 可以拿去看一下就好 不蛮热门的 我感觉到这样多平台 很热门的时候就不要去看就这么简单 哈哈 我做研究是另外一回事啊 就做拿来做纸上交易啊 累积的经验啊 是不错一些的 我这样做的做法 可以做当做一个叫做累积经验的那种操作法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方法 因为我放置你了 就一直这样留意 然后就啊 放在我的那个交易平台那边呢 就打进去 ok 然后看他当天是多少啊 我就放下去 最传你这边哦 下跌在上升 我好像 过去了 哈哈 哎不是过去也不值得 因为还是四块 还是五块啊 转弯架 很鬼死鬼 这也没有一个投行处 当然以为投行下一个 我们才看的啊 所以有 啊 G ABCD EFG H C H 出来的时候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看了 不过我们知道的那个业务不是很好啊 哇 解决了就另外一回事 这个看起来是不错 不过成交量是蛮低 最高成交量才 800万也很少这种这种很少就不要玩了 哎 烂股就是烂股 亏钱的股 那就有鼻子 也不会不会怪谁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自己进去 然后亏了钱 拿拿当做拿着经验 我去看这个跟狗里这个 一个人发分享啊 在大概是这里买 现在我上到这边 快多钱到现在 嗯 不错啊 真的是上升到3块钱了 有计算了 这个下方面就很糟糕 像下跌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 跟定 rollercoaster 还跟定 跟定马来西亚就值得留意哦 开始看得到他的那上 上涨幅度了 是图形还没有这样没啊 这genet 这样不要我看 哈哈哈 我看得到 GCB 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我看得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美金三长同时我出口股好像要回购 可以去上涨的那个趋势 所以他是出口股哦 我们也是可以留意留意一下了的 不然你要知道 有一些是死到不要死了 很难很难看了 那种我们都要看看计数一下 这个更加不用看转来转去 所以 听到爱了哦 就蛮快的哦 那也不知道敲门的话 你就不是这么简单看了哦 你要放那些技术那些指标啊 帮助你看一下 然后用起来那时间真的是会很久一下咯 大概用四五个小时的开始时候 好 还是那时才几毛钱的 有跟那个所谓的基本分析 告诉我 我讨论 他讲什么不值得 我看看咯 结果真的是看到现在 之后啊 就转换形态 好好 这些就是基本分析的专家 哈哈 我看得到我看得到哎 不错吗 算算来哇 我们那些股息又高啊 那边挖老 然后前景ok吗 又这样便宜 真是满便宜一下 算到那时我 原来我 我才知道哦 我的技术分析已经是 开始越来越强了 一直上涨到那个 那个痛啊 不过久的哈 反正现在也是 已经可以 啊 拥有这样的人力 赚更多 所以就没什么理会他了 哇 你看 跌回那高点了 我真的要下跌 这也是另外一个啊 很秒了一个 技术分析的高手啊 讲没有忘了 哇 老一直讲讲的结果 你看下 上到这样哎呦 都不能这样讲 所以讲基本分析的高手 有很多话 听听就好 不要当真 当真 你死到死到很够力那种 这个延长了哦 我朋友好像有买进的话 那么还就会得到 然后会变多 蛮不错操作一下这个 昨天我 错失了 哎 算了啦 所以就没有去看了 所以很多东西 不要听听那些 技术分析的 你要自己去分析啊 技术分析的高手啊 他们有一些都不熟悉的 他们会跟你讲这些东西 然后讲到都是半桶水那边 哎呀这种 我已经种了很多次了 所以 基本分析高手讲的东西哦 听听就好了 不是 不一定是对了 分钟你可以错失很多机会 因为他们算死炒 他们没有用那个灵活的那个东西来看 看待事情 扩散 还是很烂 总之你跟人家一面谈一面看 对我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玩了 okok 这什么事 跌到这样摩克力 不停的 继续 充满 充满 一路 一路 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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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 我已经有很多人打了,我们看Kyrex Kyrex现在讲我跌到不败了,我们现在又反弹下去 这个不用看了 庄家没有在了,所以不用看了 这些 这个很久还近的都蛮可怜的一下 这个那时候有讨论吗,在9月尾的时候,你看一下 还可以上升啊,哈哈哈 现在一些,还有讲是 丙了,现在是形成是丙了,现在反弹上去就ok了 我现在没有再反弹上去啊,再等咯 下个目标价是6毛啊,来人家水那边啊 你那个这个也是一个参考啊,不一定是准啊 反正我都没有去再去赚了,哈哈哈 还有太多选择了,不一定是选一个了,太多了 对我来讲是 所以同样的就管掉哈,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大概是一半了咯 ok 这些全部关掉完哈,关掉干干干净净 所以这个是ETFI的,ETF基本上哦,在马来西亚不大邮行 他MLG哦,以前哦,很多个拿 二十六七七个也剩下 少到可怜,然后现在这样的走势哦,不过哦 很可惜哦,我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特别可以知道我在进场哦 为什么呢 他没有那个啊,那个爆发性的那个盈利的那个因素在里面了 以前有,以前是有 那也是蛮不错 那还要清楚知道有一些这个鸟骨哦,你看一下哦 过往的时候,在这边大概是二月的时候,这里上升了,这里赚一波了 然后这里下跌的时候,这里又赚第二波了 然后再下跌哦,这里还是可以赚的,这里哇了,一山山都这么夸张 然后这里哦,调整哦,这阶段哦 哇,他妈的,你看一下啊,调整几久了啊 在这边哦,我放哦,随便放一个高低的这边啊,ok 你看一下哦,从这一边开始哦,ok 三月哦,到 九月的时候哦,九月中哦,还没有调整完了 到,到十一月的时候才跟你上升哦 哇了,这种就是他的那个装满狠一下啦 就是真的洗到你够够溜,就才上升哦 一大堆消息那些什么的,哈哈 那你想起来,哇,要跟这些,这些,这些装满了 不是这么简单啊,哈哈 嗯 低气跟低碎没有去管好了 有时候出我这样看这些东西啊,偶尔在看人家分析要看一下,哎,然后我们再留意一下,哦,真的是这样啊,然后再看有什么消息啊 那这样的情况下也是省,省了蛮多时间一些啊,为什么呢,我们大概知道哦,这个可以值得看的 这是选股位,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是看到很明显,那走势明显的时候我就放哦,走势不明显就不要放哦,就这么简单哦 通常我只会选哦,第一波段的,ok 上了第一波段的,放进去里面,然后上升的时候,或者是一流一只,或者是啊,一直下跌,这种情况我才会放弃我的观察力,或者是那些啊,走势走到跌到这些东西啊,所以有留意蛮多,因为我是要赚比较多一点的人 至少,至少20%啊,确定是20%啊,没有20%我都不会啊 要真正进场的话,我没有那50%以上的那盈利哦,我是不会进去的 那风险管理那边也是很重要,风险那边,比如说我可以赚是赚50%哦 这也是更好啊,我不会调过,好像是啊,我的ratio至少是亏哦 亏是比如说是亏20% 上涨50%就好,就是啊,如果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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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钱来讲啊,下跌2毛上升5毛我会去拨 就是二分之啊,一对二比一,二点一啊,那个比例的那亏损对啊,亏损对盈利的那个比例 这样的情况,这些东西也是另外当在看的时候我们在这边挑选的时候,确定了之后哦,OK啊,我们就可以开始做 做那些挑选的功课的时候,就不同了,那个是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video是一直有跟进的 真的是做不完的,这video那边 所以你措施一个的话,你要从头看过,你才知道我在讲什么,不然的话真的是很辛苦一下咯 因为都不知头之为,不过我刚才已经讲了,从那个那个阶段开始有做这样的,之后就没有了 这个message,哇,这样上涨,哇,这种下到很满行,满盈一下 这个下,等着它下跌,它下跌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观察到那边 因为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些评单 这个下跌,像这样的情况就消,我还在等 这个没有4分3分我都不会去看先的 因为这样的情况咯,最多是来留意而已的 因为刚刚出这个评单咯,所以 给大家看先啦,不用这样急着进场 慢慢来啊,有一些人好像急不,急不 啊,就是等不及要亏钱,一直要进股市那边看的 我没有完全的准备下哦,进股市是蛮危险一下的哦 按错了 按错了 最长的是MOM过了,基本上后位的时候会更加快了咯 嗯 只要这样调多一次 开的时候就没一点咯 嗯 嗯 这个,有看头的 嗯 哇,这什么意思哦,上涨了够粒的 炒上来,哎,关了,直接错试了,就不用管他哦 每个就去跟的话就什么,所以我们选股要自己的一套,如果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一套的话哦 很辛苦一下咯,每个人跟的话,你要去模仿哦,模仿了之后你要不要忘了自己的初衷 要选怎样的自己的形态啊,时间方面啊,如果没有这些哦,你也可以不用去考虑 因为蛮,你没有这样多时间去做 我看到一些人,哇,每个都去看,我这个就勾立着查到 防其留意啊,因为他的故事太太好看了啊,故事 哈哈,没有钱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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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那个宅权,让出个股戏哦 所以我这样的情况,我通常是慢着的去观望一下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啊,他的那些东西就是,比如说 他们后续故事我们都是要看的嘛,还是看一下看,看,看西架 他有留意吗 我这个跌到现在 这个不用看啊,这个,已经是有花了 嗯,就是这个,这个股,我刚才讲,那时,在这个价位里没有计算 应该是在这里,这个阶段,你看到这边 哈哈,没有计算完,那时,那时我有制作一个video 应该4月的时候,我看,最一个什么,怎样从新闻那边找机会的 那时我讲过,你看,沙沙去买进跟sensing,我要跟他分析进去 反正是讲是机会啦 然后再看最终的是这个 啊,你看这里,哇 一百巴仙哦 就是一百巴仙不是很难的事来的 哇,是很容易,很容易试啊 我们从那边看我,啊,判断试试啊 哦,是真的,是这样 不要看一半不看一半 这post 也是一个值得留意的 他的U Ti 什么啊,那是再勾点啊 Respard 乱公司来的这个 嗯 不用看,你知道 这一条人回去,他总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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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错试有一个东西我要放进去的是maybank 没有放到是进去maybank 为什么呢maybank值得留意哦 现在哦因为游戏公司的关系哦 下跌然后肯定很多呆账啊 你要知道股价是很快反应先反应出来的 尤其是这些更加快反应 8块进场的那勇士现在已经亏道不像样了 虽然是不是跌到很多了 那哈马阿妈跌到那边都不认得了 这你这样下跌这个是慢值得去留意一下对我来讲了 ok大概是7块的时候他在上升哦 这个区域线哦跟着他现在是好像是突破那个下跌的区域线啊 那个下跌区域线啊 那个区域线啊 他的那那区域线啊 ok 能不能在上升上去那个反弹波 在跌的时候啊那个就是机会了 所以是可以跟下面没有这样快可以去看的 所以这些通常就是花蛮长时间了去观察啊 好 好 好 所以有时候他会出那些东西啊 他就是这样一时没有观察不来就是这样的原因 这个量来了 这个escape backtrust 买过例一下 这个escape backtrust 买过例一下 yes ok 这个是761 escape hedge 这个是那个 叫做 bullish engulfing一下跌 出了这个大洋主 盖过这个 那今天他赛上升收市 然后那么反弹是蛮高一下 这个 真的是 想给人啦 sgb 这你看下 开始来亮了 开始来亮看到这里朝着一个高的高的量 会不会上涨哦 我那个这个也是可以去留意了 桑 Van 4 滑 millions 可 碌 好 又来第二波了 也是炒股炒股方面 真正几个加位就走人了 这个哦 炒股 我现在在累积这怎样炒股啊 短装啊小装那些啊去了解一下 所以我会放这些东西进去就是这个原因 这小衣服方面啊 就开炒股接近微生了 因为后卫有时候跟着手哦 这时是上半步 这感觉某个机会买军 没有去买 在这一天的时候 在这个价位了 这个价位应该是这个价位 有没有去买 不过 不很多对来讲 一炒就是 转转手艺哦 这个taxing 打跌是因为那些员工的问题 所以放下去到底是有没有影响那个 实际的盈利 知道了要去看一下才知道 所以要没有跟进 所以跟进是很重要的那边 你如果没有跟进我的那个video的话 看完每一个的话那么 真的是很好 但我也是希望你啊要 disable了那个appblock 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广告收入了 踢关了 看他的冰单也是蛮贵好 这方面也剩不在旧 看他的冰单也是蛮贵好 这方面也是 不在旧 还没有来这个 用来走到这个阶段了 在这里 马载上升 要要破一块了 最高是不是 985 看到是自行 我很喜欢这个 就跟你讲 OK我们要调找完毕了 这可许是第1波这里啊 这样上啊 上下 这里跌的幅度才3点 这里跌的幅度是超过3天 OK 那这里才3天然后就上升 这里都一样 好许会走着这里 一样去 那他会重 重回走去 不过你看在这里 满了我 246 8 4 10个 哈哈 我都给我放进去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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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喔 这个KG留意了 什么你看一下 哇刚刚出来了哦 他 кого是什么原因 那我们去第1个去看这个 哈哈哈 你顺便透露一些东西给你看一下是怎样去看的 so 这里有一个你讲是tube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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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推 уд 关掉后加起来就蛮多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集合原来是我都不明白 那是跌跌的时候没有人去买 哇这里极好吗 极好玩 这个阶段现在是应该是这个价位那边 最爽是这个那边 哇进进处处真好玩那边进进处处 什么意思这个 贴到这样够力的0.75了 财产少量也搞什么那些人 只够回到高点了 什么股还能换了名字又是 转偏人签的 这里全部 多数都是龙手骨 所以可以看看就好不要挡着那边 那边 有点 那边 终于看到七七八八了 这里已经有一系列的股哦 看起来是蛮多一下哦 ok 接下来做的就是 看到吗 export to text file so export去哪里 第一个肯定是在外面咯 ok so export了 好啊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 啊 这个tune pro啊 这个这个 这个tune pro方面咯 所以哦 去这边 要找的是 因为我已经有那个记录了啊 所以我可以直接按那个b就可以出来这个字 刷一下完 这个 cg 我连来出两个 然后我们看的是 我把你new tag rshb的跟这两个都是不错一下的蛮值得去留意一下的 明年3月31 太贵了啊165 看哦 现在都在家外 还是3倍 还是3倍 你就说哦 乘3看到吗这里 ok 你就说我 如果我以这个价位来买进哦 9分来卖进的话哦 呃 成3哦 加 1.9 哦 明年3月现在10月 还有不到5个月 在明年会到这个价位 这个很根根据他的那个什么 呃 那个压行的走势了 这个 这个 蛮难赚钱一下 不过可以去留意一下 这个明年7月10号 更加贵 不用看了之前快一把 没有那个价值 太贵了这个 很可惜了 是下跌趋势的时候反弹的时候 不好出的时候 那种定单是最好的 一上回转的时候 那种力道啊 才够力 好 我们看完了这个了之后哦 好 送这个拿掉哈 好 送这鸟 困绰万可托夕 西哦 开一个新的excel哦 ok 打E 看到这个箭头 按下去 然后这里哦 fuel series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哦 比上次更少 39个而已 上次咯 有这么多 ok 上次的咧 我们就会看我们需要看的东西是 nombos.com 这些 这些全部是炒过去的 直接炒过去的 不好意思 哼哼 这里要放一个啊 sand most center 然后我们打 有在9月出现吗 这个很简单的 要做下来的就是 tension 中央这里也是放点tension的啊 在这种情况哦 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哦 aerror ok vlookup 看什么 看这个 在哪里 papererror 改字里 按这个 哦 就是 那 你 就 所以 看看 这个一个问题啊 现在解决掉哈先啊 先做这个啊 管掉哈 整个Value 你看他在出这个 他连接性的关系 因为刚才那个是新的一个Excel来的 特地改一个新的Excel来的 然后这个不是新的Excel 这个就是已经save了 所以要关掉再开过他才有那个效用 OK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我要做的那个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收成了好回来了 Table array ColorIndex啊 放个1啊因为这1可以 AssetMatch 所以就管掉哈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哦 那么我就 放 Anno啊就这么简单啊 有我在看到那个然后我就在filter掉哈 所以这个是有的然后 要开着这里哦 Vlogup啊方面哦这里我要看嘛 然后没有出出Anno不然还会出那个Aro的出那个有一些问题的那种东西 这里我们看一下哦我Vlogup那方面 看前面那边有的话 就会恢复他的同样的那个名字呢应该还是一个一个位 然后你这个是你看一下这里哦 这个是他的 workbook 不同的 就另外一个workbook你要开着两个开着同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做了 OK 然后你再放 这里是他的tap的名字 这是这个tap啊 这个tap 然后接下来就是第几个 column跟row就是第什么cell 这个就是cell啊 这是b3啊 OK b3到b58在那个另外一个excel那边 OK第一回 啊就是拿1哦 然后0就是要一样的 然后如果这里关完了没有的话就是an 所以那边没有出现的我们只看几个1 这样的情况是要 要做的就是 Ctrl C 然后我们 pay special value 减轻那个excel的负担 OK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是做完了这些东西那么要做的回去的东西就是好像这些这样OK 同样的这些哦 这个东西哦 OK 这是10月4号 我可以move 我copy 放去哪里放去这里 OK move to the end OK 说还出来这里了 所以这里我就我就搬了了搬家了然后我在这里哦 move for copy 可以来一个copy了 move to the end 所以这边就有两个了 OK 所以接下来这里还要做的做的蛮多一下哦 move for copy哦 这个已经他的那个format之前的format已经好了的 OK 我只是在 卡贝多一份里 6 7 8 9 10 10 为什么这里已经是换了看到吗这里这里format原本是general的看在这里哦 在这home这边哦你看general的 这个已经是调好了的所以我不要再做我就直接 啊 不是review吗 move for copy哦 弄多 几份出来啦OK 今天是到11号了啊 还要跟着之前的这样拿来做咯 先看下我已经是做好了哦 然后你看下这里啊 前面的方程式是没有了我用回同样方法这里还有这个这个方程式我还会拷贝来 这边的 这东西还没有做好然后那么我就可以做的就是哦 整个超过去 简单咯 这里我就换去 1004 是 所以这里面再拿过去的 有些是没有的所以要要要拿掉哈 7号 这两个是半礼拜来的所以是没有了所以拿掉哈 一个 收到28号啊 123 428号了 我们不知道是几次的话我们就开这个了你来看一下咯 收到 14号而已 1516拿掉哈 1516拿掉哈 最确定一下 15 16 16 然后接下来就是 22 23 23 然后把改一些颜色 容易分辨了分改颜色的话 这 基本上是做好了他的那个temper 然后就 这些东西就一直这样跟进下去,你看一下,哇,越来越少 39个 看完整个,你看一下,越来越少,后也会更加少,然后你看一下这里有重复的 有重复的就值得留意,没有的话就不用留意 OK 这里 其他东西就跟着以上的,然后这样填下去就可以了 OK,所以有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是 跟着,然后我也不 在 弄那个什么时间,因为什么 先看一下先啊 现在都 等 要两个小时了,所以是蛮长一下的 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然后其他就是你有看 之前的video,然后你就知道我怎样做 OK 真的是慢慢的填下去也蛮多东西要做 OK 所以 如果你喜欢的话 这种东西的话,当然我是 希望你会subscribe我的那个YouTube的频道啊 OK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会错失我之前所分享的东西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也是可以分享给你那身边的朋友知道,如果他们有兴趣知道什么股票投资 那么他们也有这些管道可以学习,这些都是免费的,因为我是注册那些东西 只是一样东西,我是需要你们帮助的东西就是 这个appblock要disable的好好意啦,看到这些红色哦,按下去哦 enable on this side,你按下去啊,他就disable了,他就变这样的颜色了 disable了他啊,你按回去啊,这个enable了 他就变成有颜色,所以在YouTube的时候你是去那YouTube的时候是 你只要disable他就可以了,其他方面 没问题啦 OK 你用chrome的话,那么我就有这些收入,你看到不是很多人,因为我的 subscriber不是很多人啦 你看一下我啊 也是有增长,不是很多啊 222了,刚才是21了,现在变成222了 蛮好啊,OK so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当然是希望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这样讲啦 OK 然后那个appblock方面真的是 是这样做的话,你要看啊,然后那些 啊 打一些广告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些广告是YouTube那边,有时你看这个广告也可能会找到一个投资机会 因为我好像看看像有些,比如说一些网站啊,哇,原来有这么简单啊,这样好哦 很多东西啦,有时靠这些广告方面,我们看看下,我们也是学到东西的 所以没有那些坏处的,也是 就看个人啦 同时这些广告都不会查到哪,如果真的是重复性的话,就skip掉啊,因为我没有 按不能skip的,所以那边也是可以skip的,所以不用担心啦,OK 然后谢谢观赏,今天就到此为止,谢谢